当局为葵胜西村第八座居民做检测 有专科医生认为 本来应该可以考虑强制检测 但是时机易过 政府安排检测承办商一年三日 为葵胜西村第八座居民 免费做烟喉及被烟息子检测 有住在确诊楼层的居民认为 政府应该强制全座居民做检测 好像不太紧急 感觉上 昨天说完都要等等等 差不多9点才叫你自己下去拿 是不是应该派上去好些 搞到下面又擠迫 在大堂上 搞到很多人都不方便 应该都要强迫的 因为你怕随时可能又爆下一单 同座其他楼层的居民也认同 因为安全性比较好些 你检测不检测的 你其他能惹到的 他们始终是验不到的 他始终都是会惹回的 中心说会优先处理第八座的居民 而现场划分了两条队 分别是其他座数和第八座 当局呼吁居民未收到检测结果之前 尽量留在家 但有居民在前一晚已自行搬走 2月清衣长康村康美楼 和6月匿源村陆泉楼 曾经因为有多人确诊 当局安排指定住户撤离检疫 卫生防护中心说当时是属于垂直传播 和今次葵城西村同一楼层有多宗确诊不同 无需撤离或者原子检疫 感染的个案在这里出了很多 封了这五个屋邨 然后来到足球场也好 或者停车场也好 就要检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说 如果有爆发会封穿强制检测 尤专科医生就认为 流行病学上今次已经属于爆发 应该第一时间完成检测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短期内完成 就是说是绝大部份 所以影响住户里面的检测 如果我们是有需要 比如说用一些暂时的封锁 和强制令令到我们要做到这件事 其实都可以考虑 最佳时机应该在宣布那里有一个爆发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现场出现任何的混乱 或者避免有些人里面是怕有风险而搬走 他说现在应该因应志愿检测结果 决定下一步怎样做 无线电视记者 邓文康报道